朋友们,大家好啊 这一期呢,我们又见面了啊 这段时间呢,有几个粉丝啊,就是留言啊,说这个 打药啊,打的量也不大,但是为什么也开始出现要害了呢 这一期啊,我们就来聊一聊啊,为什么就是正常的配药啊,也开始出现了要害呢 像单独这一只啊,你看 也是出现了一个要害的一个情况 首先呢,是椰片呢,蜷缩,蜷缩到一块以后呢 这个椰片的边缘啊,就会逐渐的变干啊,变枯啊 这个呢,就是出现要害的一个症状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 按照正常的配比,有时候也会出现这个要害呢 主要呢,还是咱们这个配药的时候啊 二次吸湿啊,没有吸湿好 因为有些农户啊,把这个药啊,直接往药桶里面一倒一加水 就开始去打药了 这就会导致啊,零零散散的就会出现 个别植株呢,会出现这个要害啊 有些农户呢,还喜欢二次重喷啊 就是有时候这个药没打完 然后它拐过头来以后呢 又重新的又过了一遍啊 这样子呢,也会导致那么这个要害的一个出现 第三个情况呢,就不用再多说了啊 主要就是这个药液 这个有些药啊,这个浓度啊 这个加量食用了啊 您比如说有一些药,咱们农户呢 它拿到这个药以后呢 按照这个说明啊 一看就直接按这个量去配了 但是呢,它没有分清一个情况啊 就是说苗期这个用药量和这个结果期啊 用药量是完全完全不一样的啊 希望这一点呢,咱们朋友们要搞明白啊 好了,本期视频呢,就到这里吧 今年终于没有忍住啊 种了有十几亩的大蒜 这一块是三亩多 还有一块是六亩多 这个大蒜呢 今年不知道行情是怎么样 看下来没 都得一个一个 今天没带工具 用手啊 一个一个都要给它抠出来 像这种自己顶出来的 但是有些呢 比较弱 顶不出来 顶不出来 人为的 就要帮它一把了 就要把它给它抠出来 如果你不抠出来 先往下啊 这个碰膜啊 会形成高温 形成高温以后 然后会烫伤 一个是烫伤 另外一个呢 这个椰片呢 会受到很大的一个影响 光合作用啊 各方面都会受到很大的影响的 所以说呢 种地啊 都是一个细致活 平常啊 就用小钩一搂就行了 今天没拿 我种这个大蒜呢 是一个 晚熟的一个品种 晚熟和早熟有啥区别呢 早熟的品种 你可以去通过卖蒜台 可以挣一部分钱 因为蒜台早的话还是比较值钱的 但是晚的话都不值钱了 就晚熟蒜的话 蒜台有时候白送 别人也没人要 就是请别人来地里面抽蒜台 抽完以后送给他们 然后还管人家饭 但是呢 晚熟的品种有好处就是 蒜头大 早熟的品种 虽然说蒜台你卖了 但是呢 蒜头比较小 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区别啊 今年有蒜台吃 有大蒜吃 等着吧啊 看一下啊 杨玲珠高会 人真多 这是干嘛的 这是卖蒜的 这是卖蒜的 这是 这还要回去 潘子 这个是枣啊 还是还是 是一种枣是吧 这一个有多少颗 啊 40多颗 这个钱能达多少 尝一下 这个栽了栽后一核这个米粿栽后有几年挂果 当年就可以 当年 多大的米粿 一米高的 一米高的 多少多少钱一克 40块 40块钱一克 一般是在 陆地宅还是说是棚栽这一块 都可以啊 都可以啊 这是几月份成熟 我们到12块 我们再看这一家 这樱桃 大樱桃 矮化樱桃 矮化樱桃就适合大棚栽了 这边的果粿品种比较多 这个果粟苗比较多啊 在果粟苗当中最多的就是大樱桃 这个苗末比较多啊 这个果粟苗比较多啊 在果粟苗当中最多的就是大樱桃 这个苗末 大樱桃 说实话 前两天价格可以啊 去年就开始像国山车一样了 价格开始往下降了 这一家又是大樱桃 这边开始是种子了 种子比较多了 辣椒 这边是西瓜甜瓜的 这是每个省子 然后还有一些大的科研院校 这是一个展馆 我们先去西北农林大学 这是他们的一些科研成果 黑玫瑰 是紫色啊 彩色马铃薯 彩色马铃薯 这个呢 哦 刚才是黑色 这个是 那种紫色的 紫色的马铃薯 这两个品种大家见过没 瑞洋和瑞雪 两个新的苹果品种 这金光铃薯 瑞洋是红色的 瑞洋是红色的 小黄 铃薯 是黄色的 瑞雪是黄色的 青花 是瑞红 铃薯 芹蕃 这几个苹果品种是非常好的 去杨林农科的展会上去看一下 看了这个迷糊桃了 特别好吃 这个是李康定老师 一个李勇养秋饮 秋饮粪种植的迷糊桃 不赚了 人太多了 眼泪东高费 人太多了 不赚了